世界末日又来了 同龄者宣称尼比鲁行星2012撞地球 世界末日又要来了 这次人类面临的威胁不是圣经上的预言 而是一颗来势汹汹的行星尼比鲁 美国威斯康星州富人南希雷德 声称他可以透过外星人在他脑内装的天线跟他们沟通 雷德早在2003年就曾预言一个叫做X星球的巨大行星会撞击地球 还建议人们在大难前将家里的宠物安乐死 但是2003年过了后 他把日期改成2012年 好响应其他预言家说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的说法 即使雷德之前共沽还是有人相信他的话 他跟推算521是世界末日的康平 似乎是发现了经济不景气时依然可以赚大钱的佩宝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请不吝点赞订阅